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气球吹息 模拟心脏呼吸的设置和接线 首先我们收到货的话 如果是带控制板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安东的控制板和扩热板把它插好了 它这个针上下是对插的 大家注意这个中间的间距对插了 对插好的话呢 我们再先就把它接上这个电源的接头 这个外接电源是接在上面的 不是插在这个下面主板的 如果是自备控制板的话 没有扩热板你要是接的话 也是要外接电源 不然的话因为它这三个设备可能是启动不了的 大家记住 如果没扩热板 你如果接电的话 一定要接在这个正级接到这个 V音上面 VI音上面 副级接到JND 不是接这个5V或3.3V 接这个5V到3.3V的话 它是USB的电 是这个电流是不够的 漆风是启动不了的 就算你外接电源 它也是不到这个3.3V的5V里面 所以说大家正级一定要接在这个VI音上面 然后副级接在副级的端口上面 然后用杜邦线或者你用面包线 但是外接电源还是需要的 如果不外接电源 有可能电磁阀 或者漆风它启动不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扩热板插好以后 先把正级和负级的这个电源接口把它接上去 大家注意啊 正负级不要接反 红色的是正级接VCC上面 好 切好后我们插一下电源 试一下是不是正常 好 现在灯亮了 正常 然后我们再来接这个气泵 这个充气的 我们把它试对了 这个管子我们标配的话是80公分 实际上我们发的都是有1米的 1米长的 大家收到以后 可根据自己的续续去裁剪 需要多少段需要多长啊 根据自己的续续去裁裁剪啊 这个是可以自己裁剪的 并不是说管子少了 以前正常遇到同学说 哎我什么我收到的 你们这个视频里面需要两根管 因为我收到这一根管子少发一根管子 不是少发的啊 我们是发了一整条的 需要多少 你接你自己剪多少啊 这个充气的就是充气的这个气泵 我们把它设置1号气泵啊 就1号气泵的话 我们就接到这个头部这里 因为头部是出气孔啊 是属于充气的 然后把这个充气的接上2号气泵啊 2号气泵呢 我们把它作为吸气的气泵啊 吸气的话是接这个气泵的中间 好 切好以后 然后再接这个三通电子阀 三通电子阀 这个充气的这个1号气泵啊 充气的1号气泵我们把它接这个 金属的啊 电子阀这个金属端啊 就是这样电子阀的金属端 然后这个吸气的呢 我们接着这个电子阀的塑料啊 头部的塑料端啊 然后另外一个接气 接气球的这一端 我们接着电子阀的中间啊 接着电子阀的中间这一段 然后这一段的话 跟气球把它连接起来 好 我们将气管跟气球 扎紧 扎紧以后 另外我们在第二步的话 就将它电子开关 气泵和电子阀法的接好 好 现在都线全部系好了 然后我们再插到这个主板上面 嗯 我们这个提供的这个演示代码 的插线的引脚就是充气的 我们是插在8啊 这个主板的8的端口 大家注意啊 黄色的这一端 对着这个S端 就是信号端啊 插在8 1号1号气泵 2号气泵 吸气的我们就插在9 电子阀我们就插到10 电子阀我们就插到10 那这是电子阀 这是27 好 现在我所有的线路 跟那个气管的接接连接 我们就插好了 然后下一步的话 就直接在iPhone的主板上 下载我们的资料里面的代码 下载代码的话 我们另一个视频就讲啊 我们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现在这个我们已经收了代码 然后我们接上电源 试一下是否正常 我们这代码设的是8秒 冲8秒 吸8秒 然后这个时间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去 去在代码里面修改啊 因为那个8000毫秒 8000毫秒的话就是8秒钟 大家如果是需要1秒或是2秒的话 直接修改代码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吸2秒 抽2秒 然后你就把它改成2000毫安 2000毫秒就可以了 现在就一切都正常了 就是 按照视频的代码 写入 好 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大家可以也可以 在线和淘宝客服联系一下 谢谢大家 点唇 是 吃一 Pluto 是的 好 ağ 楼 下